两种爱咬人的狗 特别是第二种 见到这种狗直接绕路走 首先咱们来说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性格强势非常凶猛的狗 就像视频中这只大狼狗 这种狗比较自信 天不怕地不怕 如果您敢挑衅它的话 它非常容易对陌生人发动进攻 但是像这样的狗并不可怕 它发动进攻的时候都是有征兆的 咱们最怕的就是第二种狗 老话说的好 爱咬人的狗不爱叫 其实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种爱咬人的狗 就是性格敏感 胆子并不大的狗 您从这种狗身旁路过的时候 它往往会夹起尾巴向后撤退 但是突然间就会发动进攻 因为它性格极度敏感 稍微有风吹草动 它就会受惊 而后被动攻击 实际上胆子小的狗 是最容易攻击人的 我原来被狗咬的时候 也咨询过医生 究竟什么样的狗 大型犬咬人多 还是小型犬咬人多 医生朋友直接说 大部分被狗咬的 都是被小型犬咬的 因为小型犬 由于体型比较小 性格天生就有点敏感 所以发生咬人的概率 被动攻击的概率 会大非常多 所以看到性格敏感 甲尾巴的狗 咱们还是慎重一点吧